他们真的是把旅行变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都是一念之间的决定 我们继续带你来看的这位当年台南地震 围观大楼的一对夫妻 当时他们失去了儿子 而这件事情实在太难过 他们几乎一点都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 但一段时间过去他们太思念儿子了 决定要重新回到围观的正后方在这里开店 那么年过半百的夫妻 又学煮咖啡 又学做蛋糕 主要是希望为儿子圆梦 同时也在这里让他们一直记得儿子忘记上头 重回伤心地再出发有多不容易 林青桂和石秀兰夫妇就为了在地震中丧生的儿子 收掉经营多年的印刷代工厂 两人一起转行学做甜点和咖啡 还在围观大楼的正后方开店 我们都不是很喜欢吃甜的东西 所以几乎就是除非说什么人生日 要不然的话几乎没有去外面吃过甜点或者什么的 所以学甜点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挑战 最难的是要记清楚每一种配方和步骤 这对有点年纪的夫妻俩来说确实吃力 同样一个问题会一直重复一直问一直问这样 有时候就会搞不太清楚说 哪一个需要加热哪一个不需要加热这样 所以石秀兰的工作台上总是放着一大叠笔记 边看边做 要比别人多花一倍的时间 累归累但一心想着往目标前进 就没空停在原地哀伤 儿子啊然后我们有一些邻居都是很善良的人 都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人 就会这样子突然就走掉 地震后他曾在低潮漩涡中纠结 为何上天会这样带走开心回家过年 等着入伍服役的儿子林恒志 他个性蛮爱耍宝的 对然后很会带给人家快乐 那他也很贴心的小孩子 他就是做事情他会尽量说 不要让你担心啊 恒志不但是爸妈心中那个贴心的孩子 也是嘉义大学的风云人物 自组乐团常常上台表演 同志对音乐的热情展现在每一次生死历劫的演出中 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他从没想照着父母期望找工作 而是计划着退伍后把音乐做成事业 不料一场地震 梦想随着人被埋进实力堆中 恒志的爸妈随时活下来了 心却死了 我们如果又待在那个小工厂里面 不可能朋友来找我们 那个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 以前恒志想去工厂帮忙 做到一半就想到他 收了工厂 一家子献在仇云产物里 直到恒志告别是那一天 林金贵收到儿子同学送来的模型 希望能一并火化 一间店的模型 然后省恒志的店 我在想说 问那个同学是不是 恒志以前想要开一家店这样 然后跟老婆聊起来 从事以前他是想要开一家 那个音乐社 有个咖啡爸的话 大家练短练完 就可以喝个咖啡 聊聊天 原来这是孩子来不及实践 也一直不敢跟他们提的梦想 我觉得放手都很必做 有时候这个金钱 真的不是万能 从整个人摘后 你才发现说 有多少钱 你都买不回你的回忆 不然就要把你私契的 从小孩子 私契的小孩子 我们家小孩子私契 很多都是小孩子 那这你有多少钱 能把你买回来 不舍汉歉就让这个父亲 决定要替儿子做点什么 横志想创业就替他开店吧 试着去建构他梦想中 能分享音乐和美食的空间 只是在这之前 得先学会做甜点 一滴水 淋在蛋白里 因为整个都不失败了 所以做这个也要很清楚 从用料简单的戚风蛋糕开始学 才发现真不简单 打蛋白的节奏最难拿捏 林青桂必须全神贯注 因为我打得很大 他比家打得很快 所以他维持 维持有关的一种状态 你如果放在里面 就快把他送进去 销完了就再说 他说又发不错了 一次专心做好一个蛋糕 每做一回进步一点 半路出家学甜点的夫妻俩 不敢松懈 一周两天的电休 人却没休息 待在厨房里从早忙到晚 别人来看我们 不得到 你会放五月 不得到在那里 在那里 我来放五月 我们要好好 也不爱做 我们要做这些 而且我们还不知道 能不能做成功还不想来 外人很难理解的 还有他们坚持选在 围贯附近开店 每天上下班都得经过 事发现场 触景商情 其实他们也不是 没想过逃离这里 但换了空间 就能忘记思念吗 心如果还在原地呢 很多人会不敢 走过这边 围观这边 那我们就是会经过 然后让自己去面对 因为你越逃避 不走过这边的话 那你那种恐惧会越大 让自己学会面对恐惧 接受儿子已经不在的事实 才能更坚定地为他 把事做好 不是吗 我们参与附近这 对我们的意义比较重大 不然 像儿子同时 如果要来店里面 像同时 回去我们大楼房 都是在这边的 要过来的路线都一样 来的就是说 我就觉得说在这边 似乎是熟悉的反正 如果要回来就很简单 年初小丁开张后 同学也真的来了 还成为好帮手 一起帮横置竹梦 这种有人理解的感觉 让他们欣慰 因为一路走来挫折太多 连要买咖啡机 都碰了不少软钉子 完全连什么豆子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可能开一家咖啡厅 不可能 其实他也没有错 他认为这样就对了 但是他们应该是说 他比较买咖啡厅 体会我们的情况 不然说 我们这种贼心的滑多 林金贵学着把身份放软 到处请教朋友咖啡学问 甚至找老师学拉滑技巧 也许不是最专业 但相信用心做事的精神 终究有人认同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他们怎么这么笨 为什么不记一切 做一件那种 你们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很有意义的 对他来讲 是很有意义的 他做一件他想要做的事情 非常心安 要聊聊人 如果有试验 如果有什么要开心 才会跟我们说 漫漫的小店成了 街坊邻居的聚会场所 夫妻俩忙着忙着 渐渐摆脱哀伤 现在只在工作空档 一个人沉思滑滑手机时 才会想想孩子 我才说奇怪 为什么我开店都开了 那时候帮他做演梦了 为什么我不用很高兴 我觉得我跟他说就是这样 那时候演你儿子的梦 你没有演你自己的梦 因为我的梦不可能实现了 思念一直都在 却不能再用痛苦制造更多痛苦 把一个家拖垮 所以要擦干眼泪 把它转化成工作动力 要慢慢地去面对 去慢慢地去把你的悲伤 慢慢示范出来 我现在还是没办法说 说示范得很好 但是我至少比我当初的时候好很多 现在一间时间梦想的小店 已经慢慢地让一家人找回笑容 也许还能给更多人温暖 平时真的走人 那我们用另外一种心态 我们在绑合住做没做到的事情 也许有没有万人 我会就想到就想回来喝咖啡 聊聊天 这个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或许哪一天楼上的空房间 真能变成充满音乐和欢笑的恋团式 小店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 一个小小的梦想 让劫难后的家人 找回活着的力量和热情 这是横志留下的生命价值 虽然是伤心地伤心事 但换个心态来面对 仍然能够落地开花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您看的是 一位医学博士的选择 为什么他会选择重新创业 长期在学校体系 我不太善于跟别人接触 所以去服务别人这件事情 会有一个沟通上的障碍 对 我那时候会很深色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讲话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